Hello,我是Sharon Max,今天出发了,但是我这个手机气死我了,我办了一个电话卡嘛,他今天,也不是今天就这段时间我不能够去在网上支付这个电话卡账单,然后也不能出货费,那你说我这出门怎么办呢,对不对,我用的流量要很多呀,这不就来到处这边,赶紧去解决一下,他要我填护照工作证,我的妈呀,行那我先弄完,弄完我们就赶紧出发好不好,谢谢 折腾了40多分钟,快一个小时吧,哎,对一个小时了,还是没有弄好,又重新办了个电话号码,我能说什么呢,他也不敢说,出发吧,耽误太久了今天 哦,算了吧,还找不开,他估计就动,换不换那个脑子吧,OK,算不换那个 哎,我们都习惯了,在泰国这边加这个油的话 不要多给零钱,你就直接让他去找吧,呃,一个多小时吧,一个半小时,然后路过南邦了啊,这会儿饿得不行,本来说到了这个来幸福再去好好吃一顿 但是饿得不行了,受不了了,早煞啊,火牛烤烤它,没有面条类的东西,你要吃点啥吗 这是个小卖部啊 看看买点什么喝的吗 红牛 这里卖料酒什么都有啊 算了我想喝个咖啡 咖啡喝不上厕所 买个饮料吧 这有家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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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路边这种家庭餐厅啊 坐着随便吃点嘎啡吧 因为实在是饿了 刘公勤买了一杯香煎的 草莓的冰沙 冰沙吧 和冰沙饮品 然后30株 哎呀 真的我感觉离开 清白消费瞬间 什么都低了 我们的这个泰式炒猪肉啊 盖饭上来了 这个是猪肉 我这个是牛肉 我这个是猪肉 那再放在这个鱼露啊 什么的就累劲了 我我吃泰餐真的是当地人的口味 三勺也差不多了 辣辣的 它里面有鱼露 还有那个青柠檬 你看 哦 我们还有一份猪肉 嗯 嗯 这个可以 你看这个辣椒 我的妈呀 贼一点 这个吃不了辣的人就千万别吃了啊 那这个辣椒必须要站着吃 这些就是炸猪肉嘛 然后 切成片 嗯 可以啊 哇 好吃 嗯 嗯 嗯 那有点辣 饿死了 我从早上到下再没吃一口饭 对吧 刘米奇也没吃 他说饿了 嗯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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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 就是吃这种 打泡啊 就我们叫这种猪肉末炒饭吧 就加那个罗乐业 一定要去那种香煎的地方去吃啊 包括青麦也是 嗯 好吃 离开青麦就是爽啊 两个人吃了两份盖饭 然后再加一份炸猪肉啊 还配的黄瓜 就花了100柱 真是爽爆了啊 那我们现在直接去那个苏格泰了 不去莱新府了 本来说是去莱新府逛一逛农场 吃个饭 现在啊 吃饱了 刚才啊 这个小车的司机告诉我 这边这个房子闹过鬼啊 所以说 那边那个路疯了 看不了了 我也不敢下车啊 因为旁边不小心绕到一个大湖了 哎 我赶紧走吧 然后我去旁边看一看 这个房子如果是稍微天黑一点 真的是有点可怕啊 我也是醉了 为了看一条湖 一头扎进一个说是有鬼屋的地方 赶紧走吧 本来还想看看湖呢 车怎么一直在叫啊 哎呀 开出来就好了啊 刚才那边是有点怪怪的啊 看到这个好天气蓝天白云 我心里下舒坦了 我想的是自己出来玩嘛 对吧 看见一个湖就满世界乱窜 结果窜来窜去窜到一个鬼屋了啊 我赶紧就出来了 然后刚才我们又绕过来了 这一圈还挺好玩的 非常有清迈一个地方的感觉 我先给你们看一看啊 这要不是开皮卡 我跟你说 刚才那个地方真的就不好出来了 那我们来到这个湖边了啊 绕了一大圈过来的 这个湖非常漂亮 有点惠登涛啊 那这条马路就有点那个清迈 哎呦 清迈大学的风格 这是蛇吗 给我吓一跳啊 你们看得见吗 这个 我的妈呀 小蛇啊 都成蛇杆了 走吧 那这个湖真的是挺大的 我在地图上有看到啊 很大很大 那这条马路有点像那个 清迈大学的那个湖边啊 湖畔 真的非常像 但是这边是封闭的 应该是国家公园类的啊 有很多泰国人在这边度假啊什么的 哇 真的好舒服啊 那这个路要是开了就好了啊 那里面这边 我看看有没有人去开船 哦 那边都是啊 好多人都野吹 对啊 那那边那边 整个那一片都是的 都是什么 都是湖 这个湖特别大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 好像好像大米的感觉 我刚开始以为到海了 你知道 我都惊了 今天还有人在钓鱼 是吧 钓鱼不很正常 那那边是野吹的一些人啊 小姑娘这是要干嘛 不不不不 你看这个这个技术 我看一看啊 very good delay 那边哦 他们就骑过去了啊 行 我们看一看旁边都有什么啊 很多车很多人啊 还有摆了一些摊什么的 卖炸肠的 哎不错啊 这要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就好了 可是啊 我们住的地方还有好几十公里呢 小一百公里吧 都是吃的 还有妈妈啊什么的 还有串串 哦 这边都是自己搭的小盆子啊 很nice的 那他们很奇怪啊 我拿这个东西再拍来拍去 然后听到我的口音又不是泰国人 所以也很稀奇的 可能以为我是白跳的吧 就是来旅游的啊 你拿个日常 带来日常吃吧 哦 我劝你还是今天先不要买 我们在那边的夜市里面有很大的任务 要吃喝玩呢 那我想吃一下这种地方的尝尝怎么样 你想吃吃呗 对吧 这边是卖什么的 这是卖喝的啊 饮品 哇 看着好老的感觉啊 好旧啊 哦 这边就类似于一个 就是靠近湖边的小集市啊 感觉吗 是蛮棒的啊 那这边应该以前是个国家公园 我刚才看到那个路牌了 那现在里面是封闭的啊 no 这些路都是封的 暂时封的不让进去 我有看到那边有摩托车在骑 肯定是那个刚才那个女生 凭着高超的记忆 硬生生骑过去的 看到有湖边开过了一个船啊 这应该是工作人员吧 拉了一些东西啊 这里这么管理严格 肯定是国家公园 属于国家在管的啊 哎呀 要是能坐船就好了 好晒啊 这边 我真想把这个女生的彩虹伞给它躲过来 no 你看不打伞的小女生就 晒得比较黑了啊 还对我笑 走下去 靠近湖边看看 好多摩托车 哟 这是小越野呀 越野摩托车啊 那湖边还停了几艘船 也不止一艘 这里不会没蛇吧 刚才看到那个小蛇 我都有阴影了 别钻出来一条大摩蛇 吓死人了 no 那边是干什么的 你们看到了吗 那个小黑点 呜呜呜呜的过来了 问一问 问一问这边是属于国家的吗 问一问吧 Sawdiqa Pupassar Anglican Pupassar Anglican 还说一点 这个是属于国家的吗 是国家的 是国家的是吧 现在不开对吧 对 哦 就是因为Covid 对对 好吧 谢谢 你们是国家的 对 我们是来旅游的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开车呀 开车过来的 开车过来的 我们是在清迈 有提签买呢 现在 对对 你妈叫签买呢 去旅游 对去旅游 对 谢谢 你们在野缺是吗 对 给你好 有听听一下吗 哦 没强了 跟我一起喝吗 哦 不喝不喝了 谢谢 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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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蛮有意思的啊 说实话 在旅行当中 其实要该停就停下来 之前的旅行 我发现我太赶了 那现在我就在地图上 看到有什么湖啊 或者好玩的呀 就立马停下来了 这才是叫出去旅游 对不对 你先到上面拍吧 沿途的景色是真好看呀 两边都是稻田 我们现在马上就到了苏格泰了 三个半小时的路 大概开了五个多小时 那中间停了一下 吃了个饭 然后那个看了一下湖 对不对 行 那我们现在进去吧 入住已经办理完了 那边是一个荷花堂啊 这个酒店挺大的 看一下啊 这是这个停车场啊 中间是一个转盘 我们从这边进去 刚才在阿伯里入住的时候 我们找了一下 就是网站 综合对比了一下嘛 那网站一千七 一千八 两千的都有 我们就心想呢 过来跟他去直接聊一聊啊 结果一聊 更便宜一千三啊 如果订两晚的话 呃更便宜 两千二 泰铢啊 我说的是 那这是那个 前台 扫迪卡 旁边这边你看 都有水池 那个是自己喷水的 这边呢 就种了一些荷叶 水塘吧 那两边都是房间啊 这不愧是个古城啊 你看他这个酒店的一些 室内的这个设计 都类似于古城 我们从这边过去吧 你看这都是古树啊 旁边这是那个 这个 餐厅应该是 哦也是房间 比较大一些嘛 贵一些 我们就住个普通的就行了 宿泰的公园 听说都特别有历史 我从这个酒店的 这个设计我就能感觉得到了啊 你看这边 像不像那个 古城墙的残垣断壁 我们从这边进去啊 一直在里面 那这些树 你看都是上来年龄的啊 那这个酒店 虽然看着蛮不错的 但是这个落叶太多啊 感觉人气不是很足 呦 这还有这个三奔子啊 脚踏三奔子 要不要我踩上去 拉你们去逛一逛 然后一直往前走 那这边呢 就是泳池啊 我们过去看一看泳池吧 还是得从这边走 刚才那边啊 走不过来 这泳池也是 没有人游泳 周围的落叶很多啊 你让我下 我都不愿意去下 泳池还蛮大的嘛 种的这是芭蕉树啊 哟这是猫啊 那像我们就在泳池旁边啊 我们的房间 这个泳池应该是 这是成人区吧 那边浅一些 好 我们进房间去看一看吧 我们在一楼这一块 像这个房间也蛮不错的 215 这是我们的行李啊 把鞋脱了 旁边有个镜子 感觉这个空间很大的样子 其实不大啊 我们进去呢 这边就是那个卫生间 这是放衣物的地方啊 还有浴缸啊 不错呀 我刚才办理入住的时候 都没有去仔细去看啊 这个洗澡间真的很大 这个价格也挺便宜的啊 你想想它1300嘛 现在两碗的话更便宜 那这是一个大床房 还有一个电视 电视它已经开开了啊 动画片 哦 都是泰语听不懂 这边还可以坐着休息一会儿 那推开门 这边就是泳池了啊 蛮不错的 就是外面的落叶比较多 听着这个这么多鸟叫声啊 这个酒店录得挺舒服的 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